太北洞穴师生援救第二轮行动展开 太北睡美人洞穴救援行动8日完成第一轮营远后 目前仍有9名师生受困洞中 当局宣布第二轮行动已再次展开 寄望数小时内再报喜讯 9日上午当地下了一阵暴雨 幸而十分短暂 目前不清楚洞内状况是否受影响 新的氧气瓶已至于洞口 救出所有13人 估计耗时4天 8日搭救行动较预期顺利 升高可如期完成希望 纳政部长阿努鹏表示 8日同一批潜水人员将负责进行第二轮救援 因为他们较了解洞内状况与应变 他表示已获救四少年情况良好 只是需再做些见见 泰国总理帕拉玉预定9日稍晚前往洞穴现场探视发展 他将先造仿观光盛的普及岛 一艘船在强风中翻覆 造成42人死亡 多数是中国观光客